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重要的是他不贪恋权势 不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威胁 所以这个人活得很超脱 张良这个人我们说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他的一生的身份就有三个变化 第一个身份是豪气冲天的侠义之事 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后裔 祖父都是在韩国曾经在五代国君手下做相国 但是当国魄家王来临之际 他三进千金 把奴仆都遣散了 立志要为这个国魄家来报仇 然后张良他一心一意地去策划如何报仇 毁家疏难 终于他找到了一个江湖侠士叫长海君 通过他找到了一位大力士 然后他们一块策划子 打造了一柄120斤重的一个大铁锤 总被策划行刺秦始皇 公元前218年 秦始皇第三次出巡 经过了一个叫波浪沙的地方 张良算总了 秦始皇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 提前他在那做了埋伏 这个立志拿着这120斤的大铁锤 一下子把秦始皇的一个车架砸得粉碎 可惜的是 砸中的只是秦始皇的副车 秦始皇安然无恙 但是勃然大怒 下令在全国大肆收补十天 竟然没收着 你可想而知张良这个人办事有多严密 之前已经想好了贿赂 张良就这么着算是安然无恙 就这个事情 我们说张良赐亲为谁 但是你看他做的这个事 这就是狭事的事 凸显了张良一往无前的这种狭事风度 可是这件事情我们说 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说你纵使梅然把秦始皇打死 但是你打响了反抗暴情的 过去讲这第一锤 你这一锤砸下去 全国都震动 所以说这个事情上 体现了张良这个 感为天下先的这个 一往无前的这个精神 但是对这个呢 我们说历代后世他的评判 对这个事情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 说好的最直接的 是影响最大的 就是现代军阀张作霖了 张作霖特意把自己的长子 给他起名字张学良 自汉亲 就是希望自己的长子 像张良那样智毛多 能成大事 这应该说是张良对后人的一个 实实在在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 张良这种马男儿的行为啊 有些人也不赞同 苏东坡专门写了一篇刘后路 在这篇文章里边 对张良这个通过极端主义方式 来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法呀 就声表不赞同 苏氏就指出 说脂肪不忍凤凤之心 以匹肤之力 而成运一击之间 当此之时 脂肪之不实者 其剑不能融发 盖义以为义 什么意思 苏东坡认为啊 你张良有盖氏之才 你却去成匹肤之语 孤注一致 一气运上 虽然最后侥幸逃过一劫 但是你这种行为 实在是危险之质呀 不值得倡导 对你张良来讲 也不值得 年轻的张良 散尽家财 慷慨而激昂 充满了狭义之气 也许正是这种狭义之气 使他抛掉了名门望族的高贵感 最终才能与刘邦共谋天下 同时 从张良刺勤之后 全身而退的行动上来说 张良又是极其聪明的 进退有度 那么促使张良从一个刺勤意识 转变为其他身份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呢 张良在渤浪达刺勤之后 就隐匿在这个下屁一带 这个地方呀 地处南北要处 人口流动频繁 所以非常便 常个人 便于隐匿 张良就常在这 结果有一天呢 张良在桥边呢 就看到个老人 这老人呢 走在桥上 把自己一只鞋 走的就给 掉到桥下去了 然后这老人就 跟张良讲 年轻人给我把那鞋截起来 张良一听 这口气也不善 什么人啊 一抬头一看这老人 哎呀算了 踢得捡吧 下去踢得捡起来 捡起来以后 这老人还说 踢我穿上 这就有点过分了 张良大家知道 这个人呀 壮貌如妇人好女 今天话来说 就是一枚标准的小鲜肉 长得很漂亮 很帅 但是他也是个 爆脾气 也是有脾气的人啊 所以 这老人这么要求他 张良就有点动腹 但是转念一想 这么大岁数了 我跟他计较嘛呀 好 你说让我给你穿上 我就给你穿上 张良跪在地下 恭恭敬敬地 给老人把那鞋穿上 穿上以后 老人啥话没说 背的时候走了 走出去一里多地 老人又返回来了 那张良还在 河边呆着呢 心里话啥回事 今天碰啥人呢 老人回头 跟张良说 如此可教 讲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说 五天以后 黎明 早上 咱们约在这儿 见面 干啥呀 老人也没说 张良一头卧水 但是老人既然这么说了 好吧 答应 结果 到了约定时间了 张良去了 老人早在那儿了 说年轻人跟老人相约 你怎么能够晚到啊 没成行 回去 五天以后再来 五天以后 张良这次起得比较早 天还没亮呢 赶紧去了 一去一看 老人又在那儿了 老人又把他指责一番 你怎么还 这么晚啊 你摆什么谱啊 回去 没成行 五天以后再来 这一次张良上了 行了 半夜就去了 去那儿待了不久 老人来了 老人说 你这小伙子啊 如此可教 我这儿有本书 送给你 好好读 十年以后 你一定会有所成就 有大成就 四三年以后 你到济北 来找我 古城山下的黄石 那就是我 说完老人就告辞走了 而张良 捧着这本书 等到天亮以后一看 哦 是一部兵书 名字上面有 叫太公兵法 这就是 纳履寿书 这个典故的出处 这个名为 黄石工的 这个以上老人啊 我们想应该 也是一位隐士 他知道张良的底细 但是他感觉 这小伙子啊 有允无毛 姿质非常好 可是意气运势 有点可惜了 所以呢 故意通过 三番五次的这种 无理要求 来责辱张良 来 摸一摸他的脾气 经受得住打磨 如此可教 那么以后 这个人就有大成就 有大出息 经受不住 那这人不行 结果张良呢 经受住了老人的考验 所以老人呢 把这部兵书 送给他 这个太公兵法呀 根据现在的 学者研究啊 我们现在存在的 这个宋克版的 五经七书中 有一部叫 黄石工三略 应该就是这一部书 这部书讲的是 兵家跟道家的 这个谋略 张良啊 觉得这部书 非同寻常啊 所以就下功夫 刻苦地研读 而确确实实 他此中间呢 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部书我们说啊 如道 精髓啊 荣为一体 加上兵家的东西 张良仔细揣摩 到最后 使自己的人生警戒 整个都得到 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这个历代诗人 写了很多诗句 来称赞 这段传奇 唐代诗人 垂涂就讲啊 说 偶尘汉是千年夜 只读以敲一卷书 就让你张良 通过读这一卷书 最后成就了 你的人生传奇 唐代还有一位名称 叫全德宇 全德宇说了 今日汉庭秋上略 留后自有一篇书 对这个朝廷 渴望能够出这个 惊天为地之才的人的 这么一种期盼 张良能够成就 他的工业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得到以上老人 这一卷冰书 导致的 诗人们应该说 都高度地评价了 这个以上黄世公证书 对张良这个影响 司马迁写史记啊 喜欢写奇人奇事 所以对张良这个 他写的时候呢 像这故事都写进来了 司马光写《自治通鉴》呢 他比较写实 所以这种传奇故事 他不写 他只说张良出生于 韩国贵族 家里边武士向韩 然后呢 年轻时候立志要复仇 此情 接下来 司马光的重要的比例 花在哪儿呢 就写张良如何一步一步 辅佐刘邦 如何运筹帷幄 这就涉及到张良的第二个身份 那就是运筹帷幄的 谋略之事 《自治通鉴》记载啊 成圣起义失败以后 景居被淤立为楚王 他驻扎在哪儿呢 城流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张良呢 也起兵 他手下有百十来号人 他听说景居 成楚王 在城流 就准备去投靠 景居去 路上呢 碰着了刘邦 领的配宪起义的这些人 也要准备去投邦警居 他们就这么着就认识了 认识了刘邦以后 刘邦就发现这个张良啊 有才 张良也发现了 说张良原来跟别人说 这个太公兵法里边的东西 跟谁说 大家都好像听天书的 你说啥玩意儿 不感兴趣 唯独跟刘邦说 给刘邦讲这些谋略 刘邦特别赞同 哎呀 张良就觉得遇到知己了 所以张良就发了一句感慨啊 讲配宫待天寿 配宫大概这就是 所谓的天府制裁吧 你看这个人文化程度不高 可他有见识能听懂 我的这个道理 我说的这些 好多人都认为没啥意思 人家能听懂 所以张良呢 就跟刘邦有点心有戚戚烟的感觉 哎 就是有点下决心想追随刘邦了 无论是史记中的传奇机遇 还是资质通鉴中的简短写实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张良的智慧 确实非同一般 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 他和刘邦相遇了 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从此张良追随刘邦 共谋天下的时代开始了 那么在刘邦身边 张良都提出了哪些方面的建议呢 张良这个人呢 我们说不仅他这个容貌俊美 长得像一个美女 而且呢 身体也确实像林黛玉一样 非常的体弱多病 所以追随刘邦的过程中间 他从来没有亲自领兵打过仗 只是作为刘邦的谋成 来跟在刘邦身边出谋划策 那么在整个楚汉战争的这个期间 张良给刘邦都出了哪些主意呢 我以为啊 他主要出了三个方面的主意 第一 关键时刻指点明经 张良我们说他作为帝师 作为刘邦手下最高级的谋成 他出的主意都是关键性的 楚汉战争说了 先入关中者为王 刘邦得到这机会了 他就想绕过韩国关 从武关进入关中 躲过秦的重兵 绕过武关 就得经过院城 这个太守啊 坚决地固成之守 刘邦一时攻不下来 他又着急 所以刘邦就想不行的话 就绕过这个院城 直接就往前走 往前进攻 结果张良就讲了 你千万别这么干 你要这么干 特别容易使自己处于 伏背受敌的这个郡警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假装绕过去走 然后晚上再悄悄地杀回来 所以驻守的官兵 看到刘邦走了以后 一下子就松了这口气了 结果第二天一睁眼 发现漫山遍野的城外 又都是刘邦的军队了 这个军队啊 就有点泄气了 急得急想自杀 后来他手下有一个舍人 叫程辉 说了我给出面跟刘邦说说去 原来呀 刘邦也是动不动屠城 这个程辉就讲 你只要不屠城 保全城中老少的性命 城中的官兵 你可以带走 一块儿去进攻 接下来你去入关去 然后呢 院成 你还交给这个军手 给你替你拔着 替你守着 这不就是两圈七没吗 刘邦接受了这种意 接下来刘邦入关 要想从武关进入这个关中 面临的最大的障碍 就是挠关 刘邦想强攻 但是张良说了 秦军这么强大 你强攻 那一时半会儿攻不下来 怎么办呢 你可以先派人 在这个劳关周边的山上 辩插旗帜 固步移兵 然后你再派这个谋士 你派利己 陆甲 这些人 你去游说清朝的将领 这些人可以利用他们 刘邦一进而行 清朝的将领就决定投降了 决定投降了 刘邦当然也就觉得 挺好 这不就省事了 结果张良又说了 将军们决定投降了 士兵们还不一定 心里边怎么想 因为在当时来讲 他们这个观念上 还是把这些人 视为这个 造反的动乱分子 不安定分子 所以张良说了 这个时候再出兵 他们就没防范了 你就可以把他们打败了 结果刘邦呢 突然袭击 那这些这个 守称的将军们 已经放松警惕了 士兵们当然更放松了 所以经过两次大战 入关的这个障碍 就彻底扫平了 所以张良呀 对刘邦入关 他的这个出谋划策 起了重要的作用 进入咸阳以后 刘邦一看这个咸阳城 一看这个秦宫的那种奢华气派 刘邦就有点动心思了 说你们现在出外边住兵 我现在宫里边 好好地享受几天 樊快劝刘邦 刘邦不听 最后张良出面了 张良说 清朝因为不实行人政 所以你才能够来到这儿 所以你作为为天下 铲除残民之贼的人 就应该像上福再生一样 哪能现在谈同享受啊 所以樊快说的是对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享受呢 所以说良药苦苦利于病 忠言逆而利于行 你呢应该听樊快的这个劝口 张良这么一说 刘邦听进去了 所以你看这就是 同样的话 你看谁说 人的地位不一样 在对方形目中的印象不一样 说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那么在之后 我们说鸿沟协议之后 刘邦也想刀枪入空马放南山 张良劝腾 赶紧乘势追击啊 痛打落水狗啊 你哪能歇气啊 这个时候最不能歇气 所以直接导致 接下来相遇灭亡 我们说这个也是张良的功劳 关键时候 总能出现张良为刘邦指点迷惊 那么张良的第二个功劳 我们要说的就是 力挽狂澜 化险为夷 我们说集中表现在 红蒙眼上 我们说当刘邦听了别人的劝 把这个韩国关一封闭 那等于说对项羽就亮剑了 项羽立马就决定 要对刘邦下死手了 而这个时候我们说 是张良的人脉救了刘邦 红蒙眼之后 我们说相遇纷纷 要把刘邦准备封到巴蜀去 正要封到蜀地以后 我们说他封在四川 出川都很不容易啊 又是张良 把刘邦给自己的这个金银珠宝 全部转正给这个相伯 让项伯跟项羽说 你把这个汉宗也一并封给刘邦 这么早 刘邦才有了汉宗和巴蜀这两块地方 特别是汉宗 那是进攻关中的跳板 没有汉宗 刘邦进攻关中那就够难了 这一点我们要说 这是张良非常有远见着实的一个作为 这也算力挽狂澜 刘邦入汉宗 又是张良劝他 赶紧你走了以后 就把你身后的这个战道给烧掉 以此表明自己 我不回去了 让项羽对你放松警惕 让项羽封的这三个关中的王 对你也放松警惕 到后来当韩信讨封齐王的时候 又是张良和陈平出面 指点刘邦 这个时候你要忍辱 咬着牙也得封这个韩信 因为韩信的力量决定了 你跟项羽 你们俩谁占上封的问题 我们说 如果说鸿蒙宴是惊心动魄 那么封韩信封于不封 这场风波这叫鱼无声处听惊雷 看是表面上 就什么几句话的事 实际上是暗流运动 一言不合 可能这个整个局势就大变了 刘邦 在韩信的这个指挥之下 从入关中的时候 又是张良 给项羽写信 写信说什么呢 说汉王呀 他只是觉得心里边缝缝不平 觉得你没有履行诺言 让他做关中王 说好了先入关中为王嘛 所以他要打关中 打下关中了 他就再没有别的想法了 他绝不会再往东进攻了 你放心 这就是他的想法 然后为了让项羽相信 张良又把这个齐王 田荣和这个彭越 给张良 给刘邦他们写的这个 约他们一块打项羽的信 一并转交给项羽 告诉他 齐国 赵国 现在才是真正你的幸福大患 你应该矛头对重他们 项羽就真的相信了 项羽为什么能相信呀 这项羽也不傻呀 大家想一想 他为什么相信张良 我想原因有三个 这第一 项羽是楚国将军世家之后 项羽之后 他们家世代为楚国的将军 张良是韩国 项国之后 吴氏 项韩 所以他俩都是六国的贵族后裔 等于说出生背景 相似 第二 这个张良和这个项羽一样 都生负国恨家仇 项燕 项羽的这个祖父战死沙场 项羽的叔叔项梁战死 张良 他的祖上 也是被剿灭 所以说这俩人都生负 为仙人 为仙人扶仇的这个共同的愿望 而这又是他俩一个共同点 第三点 最重要的一点 张良和项羽都是有血性的人 你别看张良长得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 但是他有血性 第一锤 马南尔 任侠 上气 这个连项羽都佩服 正因为如此 张良说话 项羽是相信的 来 所以 项羽听了张良的话 把战略矛头对中 田荣 由此给刘邦领得了重要的喘息之机 第三 我们要说的是 运筹帷幄 明确战略 张良作为谋胜 他的谋略主要是战略性的谋略 在整个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间 我们说 主要有三大谋略 这是张良的功劳 第一点 下意划策 彭城大战失败以后 刘邦领着五十六万驻护军 被人家项羽三万人打得大败 好不容易 刘邦败退到下意这个地方的时候 才落住脚 才安定了 能够喘口气 得到喘息之机 刘邦马上就反省 我们怎么办 下一步 刘邦说了 我准备把关东 韩国关以东的地方都拿出来 跟天下群勋共享 谁能跟我一块来做这个事业呢 张良说了 有三个人可以跟你一块共事 这第一位 就是九江王 秦步 秦步又叫阴步 榜名叫阴步 因为脸上刺了这儿了 受了情形了 这人也算是比较有骨气的人 既然受了情形 干脆叫秦步 九江王 这是项羽手下的一员 汉将 这个人啊 跟项羽其实是有 不会是一条心的 你只要能把他撤反了 那等于说在项羽背后 那就插了把刀 挖了项羽的枪脚了 再一个 彭越 彭越身处梁地 梁地是 大梁的也是 这个项羽的统治的心腹地区啊 你如果把彭越 也能够跟你一条心 那么项羽 他的统治区就不得安省 再一个 就是你手下的大将韩信 他是有统帅之才的 你把这三个人运起来 那么 项羽的面亡指日可待 这就是 下意划策的核心内容 我们说啊 下意划策是一次 这个战略总体规划决策 这个战略是建立在对 敌 有 我 三方力量的分析的基础之上 强调的是应运 间谍 与统战策略 四面合力 是向于四面受敌 让这个情部 策反情部 作为这个难易战线 使既削弱了项羽 又同时呢 给项羽造成难易的威胁 鼓动彭越 还建立统一战线 使项羽呢 内部不安省 彭越游击战 骚扰让项羽的前方 粮草运输这一类的工作 做不送 他的功劳就大大的 然后在北溢 让韩信领兵打仗 韩信是有统帅制裁的 而且 北溢的战争 其实决定了 流向双方 势力的此消彼长 所以 韩信的这个领兵啊 这一支人马 至关重要 另外 刘邦自己 你正面 只要能扛得住 拖得住项羽 到最后 四路合击 败的一定是项羽 这个楚汉战争 就是按照张良的这个部署 就是这么着进行的 所以我们说 张良这个人啊 运筹帷幄 至终决胜千里之外 他这个战略规划 做得非常好 充分彰显了张良的 远见着实 第二点 我们要说张良的就是 借助代仇 项羽急功行扬 刘邦呢 有点支撑不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问这个手下的谋层 谁能出个主意 怎么办 立即就提出一个主意了 说你把六国之后 重新封封 数为自己的外援 然后让项羽的敌人争夺 这样的话 咱们的压力就减轻了 刘邦一听挺好啊 马上命人刻印 给各个准备封的 这个诸侯的印 已经都刻好了 张良一听这个 马上说 说这个是随为陛下策划的 这么一个计策 这个计策 如果真要实行的话 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事 就要完了 刘邦一听 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 你说说 张良就告诉他 张良就拿起一把筷子 说请允许我呀 拿你这个桌上 这几个筷子 我给你比划 咱们来讲这个道理 张良一口气 讲了八条道理 就是不能封封 六国诸侯之后 这个理由 讲一条道理 他就拿一只筷子 攥在手里边 再讲一条 又拿一只筷子 攥在手里边 讲完了八条理由 八个筷子 一把 你看没有 有这么多困难 最后出现 你能解决得了吗 所以这个 一把筷子 很形象地 把张良讲的八条道理 就是不能再封封了 这个道理 说的是特别形象 刘邦一听 急了 刘邦说了一句名言 说什么呢 这个书呆子 差一点坏了脑子的大事 刘邦本来就出笔 爱骂人 马上去下令 赶紧把那个印 都收回来 销毁 不能再干这事 我们说张良 这个事情 这叫力挽匡来 这个运筹帷幄 这个是非常高明的计策 张良已经看明白 天下大事了 这个时候 封封这种思想 已经落伍了 不能再封封了 所以 他毫不犹豫地 反对这个利益 即封封 我们说这个事情上 他做得非常的好 借助代仇 这个成语典故 后世就成为什么呢 成为 成子为帝王 扶为记控 仇化良策的 这么一个代名词 张良 我们说 这个时候的这个事情上 做的是很高明的 那么他做的第三个 对刘邦而言的 重要的运筹帷幄 就是定都长安 定都长安 但这个族裔一开始 也不是张良提出来的 是齐国的一个世人 叫楼靖 楼靖提出来 但是当时说实话 刘邦 包括刘邦的共青集团 都是关东人士 都是楚国居多 沛县荡郡的这些人 这些人都不想远离家乡 所以啊 楼靖一提这个 刘邦也分不清楚好赖啊 虽然他还没有像向云那样 说是一秀夜行的这种狭隘的思想 但是刘邦也搞不明白 究竟为什么要定都关中 我们前面讲过 所以刘邦就征询张良的意见 张良就告诉他 一定要定都关中 关中才是行胜之地 不要说别的 一定要定都关中 刘邦一听张良赞同 好 马上决定 定都关中 就这么定了 我们说定都关中 这次典定了汉家 四百年的江山设计 这也是一个长治九安的战略 通过计谋拿下冤城 智取摇关 关键时刻 力挽狂澜 在刘邦征战最为重要的时候 总能看到张良的影子 也正是有了张良的神来之笔 才能使刘邦最终平定项羽 入住关中 那么天下已定 刘邦称帝 纷乱的时代已然过去 张良的身份 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 请继续收看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评说资质通鉴第二部 第十六集 谋胜张良 刘邦称帝以后啊 张良啊 他就开始了 他身份的第三次转型 超脱输入的大隐之士 张良本来身体就多病 追随刘邦到了关中之后 那他开始就按照道家的这个方法啊 养生 不吃粮食 闭门不出 杜绝应酬 张良自己说呀 我们家的人世代是韩国的相国 到韩国灭亡的时候 我把千金之家都散尽 回家疏难 所以说我要为韩国报仇 现在呢 我凭借的是三寸不乱之舌 然后就得到了什么 被封为万户侯 这个对一个平民而言 这享受的 已经是能够享受的最高待遇了 我还有啥想法 我没啥想法了 所以对我来说 这足够了 所以我就想抛却人间俗世 拼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追随赤松子 道家的人物 干什么去 民优 张良是这么说的 那他也是这么做的 我们说张良这种行为啊 叫功称不拒 极流允退啊 他这么做 显示了他这个人 极高的智慧 司马光就指出啊 功称民就之计 正是为人成子 最难以置出之时 张良借口迷上了成仙之士 然后对人间的这种琐事 开始厌烦了厌倦了 不屑于人间琐事 然后呢 示功名如同声外中 这就是所谓的明则宝生 张良就是这么一个 明则宝生的榜样 对司马光的这个评价呀 王福芝就不赞同 王福芝呀 认为明则宝生 不足以概括张良 他的处事作学 张良这个人啊 他本身就是心里边 没有功名利路这回事 压根儿就不把功名利路 当回事 只是弃作为红毛 所以啊 我们说张良这个人 是心地坦荡 刘邦也知道 张良就是这么一个人 知道他这个 奸征的这种心地志向 所以说把教导台子的重任 也交给张良 而且始终对张良是 没有猜忌之心 所以我们讲啊 张良这个人你看 他始终以一个 帝师的形象 出现在刘邦面前 他跟刘邦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呢 亦师亦友的关系 非常超脱 所以张良是后世一个 渴望而不可及的典范 那么三劫之中 萧和的命运 和他和刘邦的军称际遇 又是怎么样的呢 请看下一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